先的消息是台中警方侦破了窃盗案件 嫌犯是偷窃高档的车辆之后来变卖 不法获利是用来供养三个女朋友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张俊栋来告诉我们 俊栋好 观众朋友早安 在台中的这个台湘市刑警的大队的 针六队还有枫原的警分局侦查队 是共同来侦破这起案件 那么这名30岁的嫌犯被抓到的时候 警方还在他的住处里面来清查相关的证物 那么这名嫌犯呢 他是本身是有多项的窃盗的前科 那他偷窃的手法呢 是先到这个民宅里面偷窃高档的车辆之后 那么在得手之后呢 他会要求这个施主要把车子赎回 不过这名嫌犯相当狡猾 他要求这个赎金拿到了之后呢 结果他并没有把车归还 是先拆解了车体变卖再赚一手 那么而且呢他是在这个车上 您可以看到呢是相当多的证物 这个嫌犯呢非常可恶的是 他还把车上的车主的个资呢 还在拿去变卖再赚第三手 而且不法的获利相当的多呢 他其实是把这些钱拿来供养他三个女朋友 那这三个女生彼此都互相的认识 而且呢他们是死心塌地的来跟随嫌犯 那么据警方转述呢 这三名女子跟随的这一名三十岁的嫌犯呢 其实还有样貌长得很像一名成性的港星 相当的俊俏 那么嫌犯连续犯罪呢 背后竟然有这样的故事 让侦办的原警也感到相当的不可置疑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在台中的破案讯息 把先镜头交换破内直播 好这名偷车贼外形很俊俏 但是却是偷车卖车 然后呢来养小三小四